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飞匠 为您带来的 双方的一个风险 几零戏修正版的实况 我们的战战解说 这场比较EP的燕蒂哥 vsRP小小啊 两天三随机 BO5首发老炉内战啊 那这一看就是我临场赞助了 对吧 主角的超杀 对过去 室内 哈哈哈哈 这两位顶级高手 最近可是 怎么说热度超过小小对决了啊 燕蒂哥 vs小小 感觉 是吧 很多人都爱看 晚边无牵连 但这边连段失误了 两边都剩一丝血 下必女A直接收掉 好家伙 这两个清拳伤害可不低啊 看一下小小这边的红丸 好的三杰者退攻 小小青角连跳过头 但是连段失误的前冲 反而被点下盘 真空骗手区取消雷光拳 漂亮 燕蒂哥 二八出场的角色 老K OK 跳起地 下必三点远轻角 这套BC跑不掉 但是连段失误 没有继续连段 能量身身偷下盘 真空骗手区 反动三战速 但这连段没有继续前空又反点 好下坡这两边 互秀失误啊 来了 来了 好漂亮 好漂亮 想开BC声龙厚厚厚 这下后跳非常精髓 可以再操作起来 连帝哥帅呀 来看下一回合 看一下小小能够稳住啊 这一场阵炎斋 进身 各种顺步 顺步逆向下 星角单点着阵炎斋 放弃了 哇 这燕蒂哥把这KDES 玩出了无限的感觉啊 太猛了 来吧 老罗对战 亚厅厅 呐 哇 扬青拳 享受单点确认啊 这老肖 啊不对 这燕蒂哥 可以 开始BC 小星角逆向 距离帝王波很明显 这小小肯定是 不能束手就行的 下星拳第一身位 躲开了对手帝王波的 中上段判定 并且确反一波 就隐藏 西灵传送 跑空头 西灵传送近身 逆向转固定 站地站C 跟上 漂亮 两个重攻击啊 非常强势 呃 看一下 燕蒂哥 二发出场的 威普 这手威普怎么说呢 来波动先制 人跳进攻 嗯 哦呦 下星拳责重 可惜 坏了 这套BC没连上啊 失误了 下A两点下C嘛 但是怎么没有继续呢 好 攻头 凤凰剑取消 这个位置 燕蒂哥的威虎 确实也没法缺乏 嗯 后跳打前跳 可以啊 燕蒂哥 要不要开手手枪 开一枪 跳中腿 好的 这下妈后 对侧对手 裸一臂 但是这一下 防得到初一 防不过十五 那还可以啊 这边小小没回上血 如果回上来的话 燕蒂哥很痛苦 来吧 李草对亚迭娜 但是小小这边 因祸得福 正好是可以 秀隐藏的血量 好空头 心灵传送 远中拳开始BC 心灵传送 再则逆向 漂亮 但是跟燕蒂哥的 李草更胜一手 哇 漂亮 秦岳阳开BC 前前大升龙 天哪 这操作 手速要求很快 而且不能有 指令的 呃 黏脸 对 就需要你输入的指令 非常干净利索 才可以啊 可以 别再次反边秀起来 小小这边正反手 要教学一下 眼镜一扔 超杀嘴过去 燕蒂哥这边的李草 下地下A前线 注射开始 BC重拳 集越阳生龙 哇 这一次就很难了 这燕蒂哥连是两次都稳定连上来 但连段失误 有些一个发波呢 一次 黎草 后后变生龙 诶 什么意思 没关系 好吧 这波 呃 连续两个后后 可以直接确凡对手的 但是燕蒂哥选择拉前前 但奈何对手已经过头了 所以变成了后后 已经来不及 后悔了 下一三星 漂亮天地反 啊 小小这边可以秀隐藏了 看怎么操作 能量闪身过来 直接被吸 地狱极乐落 这个判定还是非常硬的 在灯亮起的一瞬间 你只要在范围之内 那你就直接是被吸附的状态 没有办法起跳多了 漂亮 生龙Max 大蛇 黄咬生龙 再大蛇 但没有三火了 哇 这一星照直接堵 燕蒂哥 太狠了 哇 这是把大门当小草玩的啊 确实这个操作上 感觉很像 大门是3C 小草是3D 这操作基本就换一个按键 好3C 头上火 但这边没有接地雷阵 也没有秀隐藏 小失误吧 可惜了啊 来看一下燕蒂哥 耳发出场了安琪尔 这安琪尔怎么操作呢 微博 跳中拳 正逆则一旦找的节奏啊 那这安琪尔很难够落爆 BC安琪尔享受下招对抗 很明显 呃 但应该没机会了啊 抽了 OK啦 来看一下燕蒂哥 最后一个收集角色 来吧 离草 还得是燕蒂哥的离草啊 开局两个前跳中拳 宣示主拳 哇 这是微博又开始 跳中拳正逆则了 下边B开始BC大跳 很凶啊 好 BC开起来 小小的微博 也是当人不让 OK 这点血量的燕蒂哥 能否拿到赛点 快了 这微博好凶啊 就是进攻 就是跳鸭啊 无他 没手数二 看一下大门内战 哇 好的 前冲3C被跟反 但这位是捡垃圾失误 小小反对连续两个蓝之山 但是燕蒂哥也失误 两边护袖蓝之山 小小疯狂蓝之山 但没用啊 远处角枪开BC下青拳 单点地雷刃 好家伙 这两位选手 把这个大门玩出花哨的感觉啊 很难相信这是大门啊 太冒险了各种打法 大门给我们的感觉 基本都是稳健 稳重 对吧 然后比较保守 但这两位高手是大门 都当小草玩的 好生罗 下边B 漂亮 这两边都是暴脾气啊 怎么 来看一下一回合 看一下小小这边的克拉克 大跳CD 把前跳直接被夹头 弹一跳金拳直接逆向中断 有说法 能量甩甩再去摆一波 小小这边 好险被掏 但克拉克这个版本 伤害可是不低啊 摸中一套就能数着 大跳金拳一波 逆向中断 小小 坏了 这波好像没有再机会 择对手了 看一下燕迪哥 能否一套带走啊 升拢拢车 升拢车 升拢车 稳 来看一下一回合吧 小小的马力 这小小马力 确实好逆向下招 前充下笔当前 远轻脚 这套BC跑不了 燕迪哥 燕迪哥今天状态不错 后后乃德洛对策对手 前AB 将跑是跑不了的 哇 这小草太飘逸了呀 秦月扬街 前小条乃德洛啊 这操作 是燕迪哥习以为常的操作 但其他高手 基本都是没有什么成功率的啊 下第三年 好的 反边升龙龙车 啊 升龙硕铁 什么龙车都来了啊 反边装火 散住队先开BC 前前后后 没错 就是前前进身以后 在后后调整位置 择对手逆向下盘 但是前跳又被双生大蛇 小小这边 升龙大蛇屁 给的很果断 很帅啊 大家不 七家射队小草 下一能点 走 想开BC前冲 再一点下盘 这波是一个二则 是个套路 非常疯狂 但是连段失误了 下BNB开启BC next大蛇 待不走势肯定的 西家射可以变身 真机 可以秀岩浆拳了 后后片生龙 这两位高手 打得实在是太刺激了 天呐 最近老肖 确实 感觉休息比较少啊 小小反而是 怎么说 最近热度很高啊 下A远A 好下B 哇下B五点远 金角六个 轻攻击 起始的DC啊 这波肯定带走了 可惜是剪不断岩浆拳了 哟 还有说法吗 好吧 没有了 这 小小也是比较懂 对吧 不会前跳的 来吧 李草对玛丽 哎 逆向下B三点远金角 这一套BC直接搞 生龙车 生龙车 生龙 生龙 不过应该是带不走 普通大手梯 没法再取消生龙啊 OK 但这个位置 还是被掏中下盘 玛丽这个速度太快了 小小今天一雪前尺 OK 玛丽玫瑰跟上 只剩在压制 后跳住 对一波中断 前跳再踢一脚 带着跟着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 小小猛啊